我喜愛已經徹底的失誤 嗨 大家好 今天要教大家畫的是就是分隔線 然後呢 可以用一些非常簡單的元素 像線條啊 點點啊 或愛心等等的 然後我們就可以在手帳本 或是在我們的筆記本上面去做一些小小的變化 讓我們的筆記本看起來更加的豐富 有趣 如果有人想要讓畫面看起來更加豐富的話呢 也可以用色彩筆 還有一些水彩 讓去代替這些結合圖形啊 或一些線條啊等等的呈現方式 那我這裡呢 只是用一個麥克筆 代真筆 然後去畫出我的想要的圖案而已 非常的簡單 它其實看起來也蠻像刺青會用到的一些圖案 我畫的這個呢 會比較特別一點 就是它其實是一個小旗幟的造型 可以在旁邊兩邊加兩個蝴蝶結 然後這個是一個箭頭 接下來這個也是一個彩帶短帶的感覺 你們有彩色的話呢 會可以代替不一樣的顏色去做交錯 也會是蠻不錯的效果 這是葉子 加它的小棕子在旁邊 加入這個是蠻像藤蔓桿的葉子的線條 可以善用虛線還有圓點點 然後去做不一樣的變化 其實這是很自由的 就是當你想到要怎麼畫的時候 其實就可以自己畫出來 然後變化不一樣的造型 那圓塑的話其實都還蠻接近的 就是可以善用愛心啊 臀蔓啊 然後幾何圖形啊 點點啊等等的 也可以像這樣子做出一些對稱的效果 加一些小葉子 像我這裡的話呢 就是用波浪先讓它有交錯的感覺 然後呢 再加上一些小小的葉子 沿著那個線一起勾上去 然後在旁邊加小蝴蝶啊 什麼的 它這個就是裝飾感會稍微比較重一點 比較複雜一點 像我接下來要畫這個是葉子 然後再加上愛心 然後在愛心的尾巴加一些小圈圈 好啦 我們快完成啦 大家還喜歡嗎 記得幫我按個訂閱喲 下次再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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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可以按個訂閱喲 筒